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的 少女戰爭啦好不好 那最近4月1號的時候 這邊就有一些愚人節的活動啦 然後我們一隻千金也登場啦 所以今天先來指一下一隻千金 那今天的話呢 要跟大家分享啦 那當然絕對就是因為我們這邊 又有一隻新角色出來啦 那這一次不知道這個新角色 究竟會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先來把一隻千金給他弄完喔 那一隻千金的部分的話我覺得 就跟少女回彈比起來啊 他這個真的是算就是比較 就是可以慢慢累積那個鑽石的 所以就不用想著要一夜致富喔 這個是比較不可能的 因為他最高的話就只有2萬 然後每一次基本上都是 會只有拿到一點點好不好 這邊是24104 多了這個4104 但是有中比沒有好 所以還是蠻賺的喔 好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我們這一次 這個新妹子角色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應該也還 不算是哲平那麼愛的一個類型啦 但是我覺得 還沒看大圖一切都不知道 來看一下這一次的新角色 就是我們這個 福布絆帳 Oh my god Oh wow Wow Oh Wow 好OK 我覺得好像還行 重點是那個瓢蟲 也太大隻了吧 那個瓢蟲 快比他的屁股還大了耶 好 那這一次的話 新角色登場是我們這個 福布絆帳 連續擊殺 無限奧義 哎唷 這樣感覺好像有點猛喔 然後我們這邊的 伯布絆帳的話 基本上他是 身材真的好像還挺好的 好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喔 他這邊感覺的話 如果是那個 那個 是連續擊殺 就是像哲平之前一直很想要的那種就是 一直就是那個 擊殺一隻就會衝能 然後一直打一直打的話 那會很猛耶 而且他是我們一隻 後排的這個隊長 喔他的那個小圖我覺得就還好 但是大圖的那個動作 跟那個就是畫面 感覺真的真的 真的還蠻誘人的喔 好 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圖鑑 這是我們的這個 服務絆帳 喔 沒有問題 是我們這個忍者的感覺 連續擊殺 無限奧義 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 連續擊殺 無限奧義的話 我應該就還蠻有興趣 先看一下他的能力 如果是真的很猛的話 我應該搞不好會來抽一下喔 人法 瞬影斬 攻擊敵方 生命值百分比最少的這個目標 造成這個140%的這個傷害 並有20%接近暈眩這個目標 如果目標生命值百分比低於50%的話呢 額外造成這個60%的這個傷害 暈眩的話 目標無法行動一回合 沒有問題 好 再來 人法 暴炎微塵瞬影殺 我覺得他的名字都學 好像還蠻帥氣的喔 隨機終擊兩個目標 後排優先 造成240%的這個傷害 提升自身暴擊率10% 隨機兩回合 未被擊殺的目標 會施加這個回復削減的這個狀態 回復削減的話 受到治療與回復效果 降低50%持續兩回合 所以是可以去 斬那個別人 就是回血的這種感覺 就讓別人沒辦法就是 回復更多的這個血量 好 有這個專武之後的這個招式 人法 烈焰微塵換影殺 隨機攻擊兩個目標 後排優先 造成260%的這個傷害 並提升自身暴擊率15% 持續兩回合 當敵方生命值低於50%時 本次攻擊額外造成40%的傷害 未被擊殺的目標 會被施加這個回復削減 回復削減受到的傷害 與恢復效果降低 我承認持續兩回合 好 沒有問題 那他應該就是造成的那個 傷害多了20%喔 沒問題 然後再來是這個 強擊神 角色二星後解放技能 強擊神的話 最終傷害提升這18% 然後再來是這個 強擊級 角色四星的時候會解放 這邊的話會達到這個 有多一個效果 角色的這個韌性提升10%喔 好 然後再來就是最重要的 伊賀同星 這個是後排隊長技喔 就是因為這隻角色也是隊長技的這個角色 角色三星後解放技能 後排隊長技 當服務班上登場時 使得我方後排免疫的這個能量降低 並控制率提升20% 且技能施放率提高30% 持續一回合 所以基本上就是比較容易就是觸發就是那個技能 大家記得嗎 奧義是一個技能 然後技能是一個技能 然後普通攻擊是普通攻擊這樣子喔 該效果無法驅散與偷取 被動 提升自身控制率20% 受到致死傷害時有50%施放這個替身術 然後它這邊的話是後排啦 所以後排的話才會有就是那個 技能的施放提高機率的這個東西喔 那感覺就是把一些比較厲害的角色 都放在後排的話應該蠻爽的 替身術 使用忍術將自己與傀儡互換來代替死亡 在下回合開始時回到戰場 並回復25%最大的生命值喔 然後 該效果每場只能觸發一次 所以就是那個 打不死的那種感覺的 但這種角色感覺都還蠻推薦大家可以抽一抽抽的 因為 你在新手或是怎麼樣的時期的話 你如果就是 能夠讓自己的角色 就是被打死之後還可以再回來的話 其實 在通關來說的話是蠻輕鬆的喔 然後後排隊長技 同一時間在戰鬥只會存在一種後排隊長技 多個後排隊長技不會同時生效喔 好 沒問題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這個 利刃神跟利刃級 利刃神的話呢 角色的攻擊力提升24% 然後利刃級的話會多一個這個 角色的這個韌性提升10%喔 沒有問題 所以目前來說啊感覺就是 這隻角色的話呢我覺得就是 應該也是就是比較以一個隊長技能的東西 但是現在還沒有看到就是那個連續擊殺欸 不知道怎麼時候才會有連續擊殺的東西 好 再來是我們這個人法絕影斬喔 攻擊敵方生命值百分比最早的這個目標 造成這個160%的傷害 並有25%的機率暈眩目標 若目標生命值百分比低於50%的話 額外造成90%的這個傷害 若本次攻擊擊殺目標 則立刻再試使用技能進行追加攻擊一次 喔 來了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那個有沒有 擊殺目標會這個意思連續追擊 但是感覺就是 若本次攻擊擊殺目標則立刻再試使用這個技能 進行追加攻擊一次 那如果又擊殺目標的話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再繼續觸發 如果可以的話 那這隻角色就是哲平一直很想要玩的那種角色 就是你先把對面就是用到一個殘血 然後再開始用它無限的這個一直收割這樣子喔 然後暈眩的話目標無法行動一回合 有了 這個 角色五星的時候會開啟好不好 我們這個人法絕影斬感覺就很帥 這種角色我就很喜歡了喔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個角色六星後解放了這個 真一賀同星 後排隊長技 當服務班上登場時 使得我方後排的免疫能量降低 然後並控制率提高20% 且技能施放機率提高30% 持續一回合 該效果無法驅散與偷取 被動 提升自身的控制率20% 受到致死傷害時有100% 機會施放這個 提升素 所以 他到這個六星的時候是100%一定會復活的喔 跟我們那個什麼耶 跟我們那個就是 奧古斯都應該是一樣的 就是旁邊的那個女僕女 呃女僕女兒 好像就是一樣的效果 然後提升素 使用忍術將自己與這個傀儡互換來代替死亡 然後在下回合開始回到擅長 並恢復50%罪傷生命值 該效果每場只能觸發一次 如果能夠一直連續觸發的話 當然很爽喔 後排隊長技 同一個時間在戰鬥中 只會存在一種後排隊長技 多個後排隊長技的話 不會同時生效 嗨 最後一個 最終奧義啦 來了 最終奧義仍把 巨炎微塵絕影殺 攻擊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兩個目標 造成280%的這個傷害 並提升自身的這個暴擊率20% 持續兩回合 當敵方生命值低於50%時 本次攻擊額外造成70%的傷害 未被擊殺的目標 會施加這個回復削減喔 若本次的攻擊擊殺目標 則立即... 喔 來了來了來了 則立即施放最終奧義仁法 巨炎微塵絕影殺 不消耗能量喔 攻擊敵方一裂造成280%的這個傷害 本次攻擊必定暴擊 未被擊殺的目標 會被施加這個回復削減 回復削減如果受到回復效果降低50% 然後這個治療跟回復效果降低50% 持續兩回合 那個的話 不知道是那個欸 如果本次的攻擊擊殺目標的話 則立即施放 所以應該是只能施放一次吧 就是你只能就是擊殺一次 然後施放一次 然後... 這個絕影斬的話就不知道 如果他是真的可以一直連續施放的話 那這隻角色我就一定會想要抽出來 因為你就是一直練他 然後他就可以一直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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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直斬 那會很猛很強欸 好不好 這個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個人的話 我個人應該如果以這個能力來說的話呢 會想要抽抽看欸 但是 先想要看一下大家有沒有就是知道他到底是 怎麼樣一個角色這樣子喔 如果他真的是可以一直連續的一直 起身再斬 起身再斬 起身再斬的話 那應該 會還蠻猛的 然後 然後大圖方面的話呢 因為角度處理的好啦 所以看起來就蠻 蠻大的喔 但是 整體來說的話 應該就是不是哲平 特別會菜的那一型 但是我覺得也還行啦 那 如果他的這個招式真的是一直能夠擊殺 跟卡特琳娜的一樣的話呢 那 我應該真的就會蠻想要抽的喔 那 大家有沒有抽這隻福布半仗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他究竟大招是不是可以一直連續開 一直連續開 喔 我記得 我應該可以先去那個齁 我們應該可以先去那個 那個 高天園冒險那邊先試玩一下 然後到時候再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一直連續開 一直連續擊殺 如果是真的的話呢 那到時候應該就會來抽一波的 這樣的感覺喔 好 那今天主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這隻這個全新的角色 福布半仗啦 好不好 那你們覺得這隻角色你們喜不喜歡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他的一些看法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如果真的能夠一直斬一直斬的話 那真的很 很 很OP好不好 你就是努力練好他 然後 全部讓就是那個 資源都灌在他身上 然後他只要能夠 擊殺對面的一隻角色 他就可以連續瘋狂砍 就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搶到這麽OP啦 如果真的搶到這麽OP的話 那好像 也是好像蠻扯的感覺喔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進來的基本上 我們就先玩到這邊啦 那最近的話 基本上還有一些就是 余恩姐啊 跟我們就是一些那個 一直牽進的這個活動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也不要忘記來上線領一下 好不好 那我這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 來吧 我們來吧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 這個活動 我們來看一下 感谢观看